各位听众 各位观众 各位网友 大家好 今天是2019年11月3号 今天的节目呢 我要谈一下川普总统和中共习近平呢 他这个第一阶段呢签约呢 川普总统呢又有了新的提议 那么在讲今天的节目之前 首先跟大家汇报一下呢 昨天在台北台大校友馆 我举行的这个台湾网友见面会的情况 那么台湾网友见面会这一次见面呢 我就没有像过去一样 每次见面之后呢 把见面会现场的实况呢 全部发到网上 因为昨天见面会的时间比较长 有两三个小时 我们除了有我个人的一个主场演讲 还有呢和大家的一起互动 我们呢坐在一起的座谈的时间呢比较长 内容比较多 所以呢 我呢以后在台湾呢 所有活动结束之后 因为我在台湾呢 参与的各种演讲活动比较多 到好多大学里面去演讲 那最终呢我会做一个激进 给大家呢汇报一下 我整个台湾里面这个活动现场的一些内容 那么昨天在现场呢 其实我是相当相当意外的 为什么呢 来了很多朋友 尤其来了很多香港朋友 那么其中有一位香港朋友 是大陆的一位朋友 托这位香港朋友 给我转交了一本书 这本书是他专门研究 中国民工这个学类史的 也就是整个改革开放以后 中国有大量的民工 他们附层里面打工 那么这几十年这些民工 他们在中国这个社会 在共产党这个专制制度的盘剥下 也就是他们作为最前线一线的韭菜 被收割的情况下 他们有哪些学类史 所以这本书呢 它就是精确的表达和描述了 中国农民工 中国那些在城市里面打拼的那些民工 他们的生活内容 所以这位网友呢 他托香港的朋友给我送来了 他自己精心制作 精心编写这本书 这本书很厚 我还没有时间去看 但是我非常感激这位网友 他不但是送来这本书 还送来了打赏 并且他希望 我能朗诵汪精卫 曾经他在刺杀摄政王 没有成功的情况下 汪精卫后来被送进了大清的监狱 然后汪精卫也视死如归 写的那首诗 慷慨歌艳势 从容作苦求 引刀成一块 不负少年头 他希望我用这首诗 和他两人共勉 非常感激这位网友 您的书我会抽时间认真去看 也会这么说 什么时候能够真正的 能让他出版出来 让更多的朋友看到 我觉得这是你我共同的一个期待 那么昨天呢 在现场呢 有几位香港朋友呢 都反复跟我谈了 香港现在的形势 以及整个香港反送中的运动 和整个香港形势的变化 他们的各种担忧 我呢 也对他们做了分别交谈 以及在会场上 对香港问题呢 我也做了认真的一个阐述 那么到场的这个人非常多 我要感谢的朋友也感谢不过来 有一个王阿姨呢 也闪过来 一直拉到我的手 给我送来了打赏 非常非常的感激 还有什么 还有一位徐先生 是从屏东县 墾丁国家公园赶过来的 夫妇两口的 老早就到了 因为墾丁是在台湾的最南部 到台北的话 坐高铁要坐好几个小时 墾丁这个城市 我曾经去过 所以我知道这个路途 是比较遥远的 但是这个徐先生夫妇两人亲自赶到现场来给我打气 我真的呢 非常非常感激 还碰到呢 碰到一个躺枪的 我们大陆的新娘 是我南京老乡 因为我在整个这个讲话过程中呢 谈到呢 中共对台湾的渗透 包括渗透里面呢 也会呢 在一些大陆新娘里面呢 在他们里面的做统战工作 所以这位我这个可爱的小老乡 他这个大陆新娘 他就跟我讲 建平老师我躺枪了 我说躺枪没事啊 我也经常躺枪 因为这个指的是中共在这些人群里面想做统战工作 但是你统战工作不是哪个人都做得进去的 大家也知道 中共只要是有中国人的地方 管你这个人是中国大陆来的 还是台湾人还是香港人 只要你能听得懂中国话 你听不懂中国话 你哪怕美国白人也行 中共都会要统战的 至于接不接受统战 那就在于你的意志 你是否愿意跟中共同流合污的问题了 所以说呢 我认为我在整个这个讲话内容中 经常会涉及到 有一部分人 中共想利用这个部分里面 应用哪些人群 在里面做哪些统战工作 哪些留学生 哪些大陆新娘 哪些中国派出来的学者 哪些知识分子 或者哪些做经贸往来的 各种这个生意人士 这些人中共都是统战对象 你不要因为我讲到了这个人群 你属于其中人群里面的某一个 某一部分 你就开始躺枪了 这个没关系的 因为什么 中共要统战的这个区域 它是非常广泛的 至于你在这个区域里面 你是否被中共统战 那就在于你自己的坚定和意志 你如果愿意投靠中共 那中共不来统战 你也会主动向中共去投靠的 如果你有坚定的意志 中共怎么样收买 你也收买不到 因为什么 你如果拥有价值观 你如果拥有能够坚守你自己心中的信念 能够希望中国走入民主自由制度 能够希望我们的国家 中国大陆也能够像未来的台湾一样 获得民主自由 那我相信中共这点统战 它统战不了你 好 整个网友见面会会场的情况 我就跟大家汇报到这儿 那么谈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 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是说 关于中国和美国这个中美贸易谈判 第一阶段的这个谈判签约 本来呢大家都知道是安排在智力峰会 也就在11月16号到17号 在智力首都圣地亚哥 那么习近平和川普都应该去参加IPAC峰会 在这个国际会议上面呢有望呢双方把这个协议签署 当然呢现在呢智力呢因为国内呢不断地抗议浪潮 不断地民众反对智力现任总统 也就是变成这个总统他考虑到呢 他考虑他的职位更重要 考虑他所谓的他这个保住他自己现在执政的地位 和他以国家安全为由 他现在就取消了这个IPAC峰会在智力的举行 那么IPAC峰会取消了中美双方这个签约到哪里去呢 双方呢讨论了很长时间落实了呢多个地点 包括美国曾经提出过夏威夷 出过阿拉斯加 中方呢也提出呢想到澳门 但是这些会议地点呢基本上都被否决了 现在呢川普新提议呢是到美国的爱荷华州 这个爱荷华州是否最终能成为中美签约的这个地点呢 目前来讲还要等到最后证实 但是川普是提议去了爱荷华州 川普为什么要提议到爱荷华州呢 爱荷华州是美国重要的农业大州 也就是按照川普讲 如果说中美协议在这个州签署以后 并且中国兑现它的签署的诺言 每年购买400到500亿农产品化 爱荷华州是美国收益最大的 这几个农业州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州 而爱荷华州对川普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什么重要的意义就是川普 他2016年大选在他党内针锋的时候 他是在这个州第一个拿下了什么 拿下了他自己在共和党里面这个领先的地位 也就是他的这个整个得到爱荷华州民众 对他选民的支持率啊 远远高于了希拉里 因此呢川普呢在这个地方就脱颖而住 所以川普对爱荷华州呢 有非常非常的好感 这个放在爱荷华州来签约 对川普有极大的助选作用 那么爱荷华州对习近平来讲 对习近平来讲同样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州 因为习近平在1985年时候 第一次率领他自己所在的中国福建省的 这个里面的一个考察团 就是到爱荷华州来访问的 当时他到爱荷华州来访问的时候 接待他的爱荷华州的这个州长叫布兰斯塔德 布兰斯塔德现在就是美国驻中国大使 所以说布兰斯塔德跟习近平有着几十年前当时的一个交情 也就是习近平第一次到美国就是跟布兰斯塔德认识了 布兰斯塔德作为州长来接待他嘛 那么几十年以后他跟习近平一直保持着友好的这个交情 这也是川普总统在就任美国总统以后 第一个提议布兰斯塔德到中国驻中国大使也是有这个考虑 因为他知道布兰斯塔德跟习近平有故交嘛 布兰斯塔德现在就一直在川普总统上任之后 就被川普总统提任为美国驻中国大使 布兰斯塔德一直呢一直在大使的职位上面在就任了 所以爱荷华州的这个重要性就在于什么 对川普来讲他很重要 因为是他选民争取美国农业选民的最重要的一个州 第二个对习近平很重要 因为习近平他跟美国打交道最初了解认识的就是爱荷华州 而且有布兰斯塔德作为现在美国驻中国大使在中间穿针影线 所以选择爱荷华州毫无疑问来讲 对川普来讲他是非常希望 因为对他有很大助选的这个功能 那么习近平会不会帮他受选呢 昨天我的网友现场会时候就有很多朋友问到我这么一个问题 就说是不是有一种可能 习近平他反而希望川普能够胜选 川普能够当选能够连任 习近平他本意习近平本意并不要打掉川普 有没有多可能 我说完全有多可能 而且这个分析就比较深层次了 从表面上看 中共都是在辅助民主党辅助拜登 希望拜登这个人入选 拜登这个人当选对中国有没有利呢 很有利 因为拜登这个人吃相很难看 只要稍微有点钱就可以收买就可以拉了 而且拜登的这个儿子基本上是一个无所事事的人 中共只要给出足够的利益 拜登父子马上就倒在中共的利益面前 所以拜登如果真的当选 对中国来讲绝对是好事 而且拜登一定是推翻了 川普现在对中国所有制约的这些加关税的条件 对中国来讲拜登肯定很好 但是你要对比一下拜登能不能当选 拜登有没有条件当选 拜登现在面临着最大的这个竞争对手毫无疑问是川普 除了拜登自身极端不干净之外 再一个川普他的这个领先的优势 和美国人民支持川普的优势 川普当选的可能性更大 中共是不是在川普身上就不压保呢 也绝对会压保 因为习近平他可以看错 川普这个人是不按套路出牌的 川普这个人完全有可能做到 当年跟老布什一样 对习近平所采取的一些过分的行动 只要是不涉及到美国利益的 反而川普呢会默默作声 会支持比方香港问题大家可以看错 香港问题对川普就是一个测试嘛 一开始香港问题爆发了大规模的这个抗议之后 到了很长时间以后 川普去表态说香港是骚乱嘛 跟习近平讲过 只要我们中美协议签好 香港的问题我可以不知什么啊 所以你从川普的这个表态就可以看错 如果习近平真的像他自己 在中共党内挂下的海口 习近平要在他自己这个任期内 去解决台湾问题 他解决台湾问题就是武统嘛 就是打啊火力打啊 但是你要攻打台湾之间 你必须要得到川普对你的一个默许 也就是川普会表示美国不参与 美国不积极协助台湾来抗击 同时呢美国要装杀 也就是你中共打你的 但你中共打完了以后 美国假麻假样 你对中国来一个什么抗议了制裁了 他来宣布对你全球进行的一个制裁 最多像八九一样就跟老布什一样 装模作样在六四之后 来搞起一个全球的制裁 内地里面派他自己的特使 不断地跟邓小平勾兑 川普很像老布什 所以说习近平他吃准了 如果他跟川普能够在很多 中美其他问题上面能够满足川普的利益 何可习近平他在动手台湾的时候 川普就会跟他撞傻 川普就不会明目张胆地抵抗中共 让中共拿下台湾以后 川普再去制裁 习近平是想走这条路的 当然你说这条路能不能走得通 川普会不会到那个时候就装傻 川普会不会背弃美国的价值观 和背弃美国所有的政商人物 美国两党对他的压力 说是对中国攻打台湾 无敌战友台湾的时候 能够不闻不问 能够放任中国去拿下台湾 川普能不能 川普敢不敢这样干 川普能干他这个总统还能不能当 这都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你不排除习近平 他会有这样的选项 习近平他总是会什么 他总认为他自己做的事 他比别人齐高一招 就来源于他扛二百斤麦子呢 他那不缓接了 我们讲过二百斤麦子走十里 那是他的体力问题 不缓接是智力问题 而习近平的智力就是不能缓接 那他既然是这个智力 他就会这样想 我如果能跟川普能够把利益勾兑好以后 我是不是就能做到我打台湾以后 川普状态呢? 习近平会有这样的一个预言 他是这么去想的 能不能做到? 能不能做到? 那就是等着习近平真这么干的时候 美国确确实实能够不出兵 那还叫能做到 我告诉你点 习近平这叫痴心妄想 从美国现有对中国的态度 美国现有对台湾的态度 绝对不可能允许中国随随便便去武力共战台湾 那是完全没有可能的 因为美国现在虽然不愿意台湾自动喊出他的独立 实际上美国人很清楚 台湾是在中国没有武统下的实际上的独立 台湾你看这个国家有自己的政府 有自己的法律 有自己的军队 有自己的货币 有自己整个的社会管理体系 它实际上是全世界所有的一个具备 完全具备国家所有功能的这么一个独立地区 唯独就是嘛 不能宣布独立 因为美国没有承认你 美国没有承认全世界都没有承认 而且美国不愿意台湾率先宣布独立之后 美国是希望保持现状 因为保持现状 美国就可以最大限度地对台湾有一定的保护 同时也跟中国大陆能够保持良好的关系 因为美国现在还没到跟中共完全翻脸的时候 如果真的是翻脸撕破脸 美国完全站在台湾一边 鼓动台湾主动宣布独立的时候 那中共打呢 美国一定干涉 干涉的结果就是共产党灭亡 这条路是完全存在的 只是中美之间现在还没到脸皮撕下来地步 习近平还认为他跟川普是很好的朋友 川普现在还沾沾自起到处夸张到 我跟习近平一直很好的朋友 马上就要签第一阶段的协议 第一阶段协议签完了以后 中国和我们之间的很多重大问题都解决了 因为莱特希泽 卢姆欣和刘鹤在11月1号 他们还再次通了电话 商讨了整个第一阶段协议的内容 以及呢落实双方首脑签约的地点 同时白宫传统团队的顾问库德勒 他在接待美国媒体采访的时候 他就明确说中美现在第一阶段的谈判已经进展得非常好 关于农产品购买的问题已经落到实处 中国将会向美国每年购买400到500亿 当然它是量力而行不可能一下子买那么多 那么先买个100亿、200亿是可能的 同时嘛 关于金融服务的问题已经谈好了 也就是中国的货币控制是绝对会在美国能够允许和跟美国商量的情况下 去调整他们的货币 所以不可以中国达到操纵货币的问题 第三个问题是美国工商界最关心的就是美国在华企业 股份持比的这个比例 过去这个持比的比例只能49% 现在库德勒已经说已经完全看好了 美国公司在中国可以持有百分之百的股份 也就是美国公司可以不让中国占有一份股份的情况下 美国公司可以独立的在中国运作 所以这个问题也取得了极大的进展 因此库德勒讲说很期待 川普和习近平能够达成第一阶段的协议 库德勒的期待是有一定道理的 我们呢一直认为呢就是美方呢实际上他们认为 中方不会签协议或者签来协议也不会好好执行 美方呢是不应该跟中共再谈什么协议的 这只是我们的认为 美国川普也好整个白宫的高层谈判的团队也好 他们都认为呢他们跟中方呢实际上呢是在推进的 是可以签到协议的 所以库德勒也好 莱特希德也好 陆母亲也好 在他们跟中方的这个交流的过程中呢 他们都是直接的能够得到中方第一省的资料 所以库德勒他做出这样的判断 我们不要认为这总是美国 他们始终在误判 川普动不动表达他跟习近平关系多么多么好 他们这个朋友关系多么多么热烈 这个川普讲话是有他自夸的成分 但是你要知道这也一定存在 为什么我从彭斯副总统 在彭斯副总统最近在威尔逊研究所里面 所发表的这个对中国问题的谈话里面 彭斯本人也再次强调了 川普和习近平个人私交是比较好的 他们两人是有比较好的私交的 你一定要看到川普和习近平都认为他们这个私交呢 是可以解决很多 外人看来是难以解决的问题 他们会达成某些默契 所以说习近平就更这样认为 我跟川普私交很好了 我跟川普有这种私交 那么就至少是可以 就是嘛 我想要完成的比方说武统台湾的这件事 到时候川普在我满足他各种利益的情况下 川普可以装傻的啊 你比方说关税的问题 关税的问题 中共他经常是这边谈完了 他那边呢就冒出他的那种腔调就是 美国必须要取消全部关税啊 美国如果不取消全部关税的情况下 我们是没办法达成协议的 中共经常讲这个话的 但是他们在谈判桌上面 他们从来没讲过 你今天如果是不把全部关税都取消 我们今天谈判就别谈了 中共从来没怎样讲过 谈判是造谈的 但是谈过之后 他们就会威胁要美国取消全部关税 但是库德勒也好 莱特希泽也讲过 所有的对中国加征的关税 至少有2500亿产品的这个关税 这个放在这儿是不会随随便便 对中国取消的 也就是什么 它是一个长期对中国 它能否这个兑现协议的制约的一个手段 也就是说你中方你光签协议你对不对线啊 那么也就是说你兑现不兑现 我们都有2500亿的关税加在哪儿 加在哪儿第一个是制约你 第二个也就是说双方经常可以通过2500亿 可以有一个讨价还价 把中方把逼到谈判做上来的一个手段嘛 所以说关税会有一个长期存在 只不过呢这个存在的这个关税呢 它第一个额度呢它会放在2500亿左右 因为大家都知道 中美之间双方每年的这个贸易额在5000到6000亿 那么2500亿呢也就是不到50% 也就是有不到50%左右的这个关税呢 美国希望呢是长期存在的 这个存在是作为对中方的一种制约手段 那么其他数额的关税呢 会随着中美之间的谈判呢 川普呢会把部分呢递解甚至呢有一些呢取消 这个都是完全可能 中美双方只要把这个谈得好 都是有这个可能去做的 那么习近平他现在对于他来讲 他认为中美问题呢 现在已经通过第一阶段的谈判 已经取得一定的进展 这个进展呢就让习近平呢在中美问题上已经喘过一口气 尤其在四中全会之前 那刘鹤到华盛顿的谈判回来以后 大家有第一阶段的协议 那么四中全会呢习近平是交得出大卷的 大家可以看到四中全会根本就不是坊间所讲的 什么习近平有多大的压力了 都才智搞不下去了 这个接班人必须更换了 这些东西都没有发生 也就是习近平他仍然是顽固的维护着他自己一党专政的统治 维护他自己个人定于一针 以及在党内推行中生制的这个体制 没有改变 习近平整个四中全会里面反复强调的 他一共强调了55个坚持啊 这些什么坚持党的领导 坚持公有制 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牢牢的不动摇 实际上习近平在四中全会上提出的这些所有坚持 他都是侧面的回答了 跟美国之间的谈判 美国要求中国的这个制度性改革 在中国根本就不可能 也就是按照习近平自己讲的 不能改的不该改的坚决不改 也就是美国你希望中国的制度性改革里面启动了一条 就是不能有给国有企业补贴吧 习近平告诉他要大力的发展中国的国有制企业 大力发展怎么发展 就是国家大力的补助大力的扶植啊 所以说这一条跟中美谈归谈 那中国不会做的 所以说关于公有制企业的问题 第二个坚持社会主义制度 美国要求你制度性改变 也就是希望中国能走入商品经济制度 所谓商品经济制度 我们从中共宣传里面是谈商品经济 实际上他们是用商品经济代替了资本主义经济这几个字 商品经济就是资本主义经济 中国现在要走社会主义制度 它就是排斥这个资本主义制度 排斥商品经济 大力保留中国公有制 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 实际上就是排斥商品经济 排斥资本主义 那么也就是川普要改造的 要进行的中美制度谈判里面 关于商品制度谈判这一条 根本就无从落实的 也就是说中美之间谈判在核心问题上面 按照习近平讲的 不能改不能改的不该改的 我们坚决不改也就习近平根本没有改的想法 并且你还观察到四中全会的公报里面 其中有什么 其中有继续要大力推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这个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就是2025一带一路啊 一带一路的手段 2025的目标 然后构建一个全球人类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用区块链用数字货币的方法 在全球支起了共产主义的大网 最终习近平称霸实践 不就是共产党的这个理论吗 和共产党的主张吗 也就是习近平坚定要维护要走的这条道路嘛 他这个道路恰好跟美国中美谈判 是完全背道而驰的 也就是说四中全会的公报里面 他实际上就告诉了中美谈判里面 有关中国制度性改革的东西 中共全部是按照习近平的口气 就是不能改的不改改的 坚决不改 也就是说中美谈判实际上第一阶段最终落实的 就是一些最基础的东西 也就是开放中国大一部分市场 比方说就像库德勒讲的金融市场开放了 美国一些金融产品保险产品 可以进入中国大陆了 对美国在中国持股比例的这个股份限制取消了 也就是你美国企业 你到中国你可以百分之百持股 这是第二点放开了 第三点就是什么 我们会购买一些农产品 购买农产品我多次说过 是中国本身国民经济生产发展的需要 中国是一个吃猪肉的大国 中国现在自己的猪肉产不上来 中国现在已经大量的被非洲温猪 已经污染了中国的养猪业 加上俄罗斯拉过来的这些猪 除了价格高 另外大量的都是温猪肉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中国本身作为一个生产消费和尤其是吃猪肉 消费猪肉的大国 目前来讲猪肉是严重的供给不足 那这种供给不足的情况下 美国的猪肉又便宜又好 跟美国买一点猪肉有什么不可能 你看中国人民都不能爱国 都不能抵制美国货 但是真正如果猪肉来的时候 猪肉便宜的廉价的 你看中国是什么状态 Costco上海Costco 他组织了一批这个美国来的猪肉 就买十块钱一斤啊 中国的老百姓把人家柜台玻璃都快挤破了 那时候跟你什么爱国不爱国 十块钱一斤的猪肉最实惠 美国来的猪肉又健康又营养又新鲜 十块钱又便宜 凭什么不买啊 所以人家不那么限购啊 每张会员款只能买二斤啊 就是这样这个道理啊 所以说这个时候 你用那种空洞的爱国口号 和现实的猪肉比老百姓是抢猪肉的 因此中共跟美国买一点农产品买点猪肉 这是很现实的问题 它不是什么政治利益的问题 而中国本身有这个需要 因此能够达成这个第一阶段协议的 基本上就这几个范围 关于中国市场对美国更多的开放 关于美国在中国持股的比例的增加 关于美国的农产品对中国的购买 以及中国控制一定的汇率 因为汇率往往跟中美贸易利益有关嘛 如果中美贸易能够稳定的话 那么中共也会把汇率稳定在一个相应合理的水平嘛 所以说操纵货币这个问题 完全是跟中美之间本身之间的经贸关系有密切相连的 因此四中权威之后的公报 是让你可以看出能够改革的大部分在商品经济 在经济范围在市场有效供给的这个范围 而涉及到共产党制度根本的 涉及到国家公有制的 涉及到习近平要建什么人类命运共同体的 一样也不会改的 这香港的问题现在在四中权威以后 他所表述的 他实际上中共对香港将会通过三个手段来控制香港 第一个就是什么 第一个就是在香港健全他们所谓的法治 这种所谓健全法治实际上就是把大陆的法律拿到香港去 推广到香港去香港去适用大陆的法律 这是他们第一条就是人大释法 第二个他们想重新推起二十三条 所谓二十三条就是在香港要设立那些反对国家颠覆国家 阴谋颠覆政府的这些罪名 香港要按照政治罪名 这是他们要在香港做的第二条 第三条就是什么 他们搞人大释法 也就是你香港的任何东西他们首先要归集到 由人大的解释 人大决定你这个是合法就合法 人家决定不合法就是不合法 实际上中共就是要用大陆的法治去替代香港的法治 为什么要这样做 他们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制定了法律 你所有的人我们要抓你干什么 我们就是按照法律来了 他讲起来叫依法治港 他依法治港他治港他拿的这个法 拿的是共产党的恶法 是共产党是准备这么干 所以说呢 林郑月娥他现在就改变了腔调 他过去是五大诉求是完全不会答应你 完全不会跟你谈 现在林郑月娥就说我们依法来执行啊 他说香港警察我并不是支持每一个警察每一个暴力行为 只要香港警察符合法律的我都支持 那么关于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的问题呢 林郑月娥他松了口 他说什么到了年底 如果警监会出来的报告 得不到民众的大多数人的拥护 警监会的报告就是绝大部分香港人民不支持 不理解或者不拥护警监会的报告 那就可以考虑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啊 所以林郑月娥他给自己找了这么一个台阶 林郑月娥他有这么一个说法 他这个说法一说出以后 第一个跳的吧 第一个跳的是香港警方啊 香港警部署的副组长 二号人物叫邓炳强 邓炳强马上就说 你林郑月娥讲这个话啊 你说是要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啊 你要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 我们香港三万个警察就带枪上街游行 带枪上街抗议 邓炳强讲的话什么意思啊 邓炳强讲的话就是在威胁林郑 威胁中央政府 因为邓炳强很清楚 第一个香港警察是进不起查的 如果成立调查委员会 可以讲绝大部分的警察 都有违反香港警务警规的 那么都要送上法庭 因此他知道这个绝对不能给你查 一查我们警察就完了 这是他第一个 第一个他心里面有鬼 他特别怕被查 怕被揭穿他自己那些犯罪的那些阴谋犯罪的事实 这是第一 第二个他要捆绑香港所有警察 他告诉所有香港警察 一查你们就不得了啊 一查你们全部要下地狱啊 所以你们跟我一起绑起来干 我们就去跟政府抗议 我们不用去那么整理 独立调查委员会 他要把三万个香港警察 把他捆绑起来 拉他们下水 跟他们一起什么 对抗政府 这是第二条 第三条 他实际上就是威胁林郑月娥 和威胁中央政府 也就是说 坏事都是你们就我们干的 我们帮你们干了那么多脏活 你们现在来调查 我们要来戒磨杀驴了 那对不起 我们就给你们造反了 我们三万个警察 把他们全部持枪上街的话 到那时候我们反抗的是政府 我们比老百姓的力量大 这就是邓炳枪威胁香港政府 威胁中央政府的 他一个前奏曲 所以说共产党 你到了香港没那么简单 不是香港警察 不是你大陆的警察 你可以把那些警察 叫他们干 什么坏事都可以干 干完了一口卸磨杀 你不把他们往监狱里面送 甚至把他们枪毙掉 香港警察 比中国大陆警察有头脑 他们受限会自保啊 他知道到这时候 要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 就是要清算他们了 所以他们带枪上街直接抗议的政府啊 他不是抗议香港市民啊 那加上香港市民肯定也支持 警察抗议政府的这个行为 那香港政府就等着崩溃啊 还是说你中共 你正规军过来 你跟香港火拼 跟香港警察打起来 那最好了 如果香港警察跟中共的正规军 跟驻港部队打起来了 那香港人民就解放了 所以说香港如果真走入 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 调查警察的司法黑暗 实际上是揭开香港所有黑暗 能够使这个香港时代革命 光复香港的这个掀开崭新的一页 也就是说要么香港警察倒向人民 要么中共是卸磨杀驴 杀掉了香港所有这些恶警 这样的话变成什么 这样中共就会失去在香港 所有人的人性 包括曾经帮助中共为虎作伤的警察 也都跟中共反水了 中共在香港是一定 没有任何办法再统治下去了 唯一的方法就是坦克这个机关枪啊 但是我告诉你讲 中共的坦克这个机关枪是肯定开不到香港街头 因为中共现在它没这个蛋 再继续从事它三十年前 八九天安门广场那个血腥罪恶了 因为今天的人民已经绝对不是 三十年前北京的那些市民 可以任他们宰割的市民了 今天的节目就做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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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大家 那我来王是 让你认识了 你们看回来